那我們看到有幾個爭議 包括第一個講到這個面積縮小 民進黨成已經到了 縮小十分之一 意思說怎麼還不滿足 還有一個就是說外推遠離藻礁 蔡英文擔心大家不懂 所以她舉個例子 離岸1.2公里相當於什麼 台北人知道台北車站 走到中正紀念堂 這麼遠的一個距離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岸邊的藻礁 傷害就應該減輕了 是不是 我稍後來請教潘老師 還有他保證百分之百不傷生態 他敢說 他敢說 這個開岸邊的這個潮間帶藻礁 不會影響岸邊的生態 不會 開發岸邊的 開發 找個發 不用挖到海下的礁石 不用嗎 那橋墩怎麼弄起來的 浮在水上是嗎 橋是浮在水上 虛擬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都是業障 所以這樣開發是不用挖到 海下的礁石 蔡總統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新的工程技術到底怎麼挖 還有就是說設了一個 十億元的基金會 大家立刻想到萊豬 萊豬有個百億元的基金會 所以大家說這叫做淑淬券 那更讓大家擔心 大千一開始就破題 這錢誰的錢 就你的錢跟我的錢 不是嗎 破壞是他破壞的 錢是我們出的 這怎麼會划算 我覺得你比較單純 大家想得更黑暗一點 就是說這十億元說實話 這個躺在那裡 大家都想去拿一下 是不是 十億元也可以做不少事 分給側翼之類的 同意的環團 是不是這樣 但我們想得比較黑暗 同意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一些計畫 等等 不曉得 所以我們看到立委蔡比喻 也告訴大家 蔡總統到大潭藻礁旁邊拍照 故意不拍旁邊施工的三階 經濟部直播也故意避開 總統眼不見為盡 詐騙集團也是這樣做 當然為什麼要在這邊蓋一個 這個三階的天然氣接收站 主要就是為了電力 但總統之前不是講得很奇怪 這個怎樣 核四不重啟的話 不會缺電 但是三階不蓋就會缺電 到底會不會缺電 大家也聽不太懂 我們的經濟部長王美花 告訴大家 故宮殿 檢控屋 故藻礁 所以我們可以三營 三階站蓋不起來的話 會少137億度的電 什麼概念 台北市少了85%的用電量 到時候恐嚇來了 大家聽懂了嗎 一定要增加燃煤預估500萬噸 如果遷到台北港 光是拉管線將要長達40公里 未來北部將出現電力的缺口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人很不喜歡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被恐嚇 很多事情你好好的跟我講 用道理跟我講 用科學跟我講 我可以接受 雖然我們不同的政黨 或是不同的理念等等 科學說服我是OK的 但是你要恐嚇我 第一個我心裡就是不太爽 意思就是怎樣 你不讓我蓋我就放毒氣 你不讓我蓋我就燃煤大開 大家就是從中聽到 這樣一個感覺 這個蔡律師你怎麼看待 其實我們是認為 完全沒有缺電的問題 政府他講的那個 少137億度電 他其實過去是有講過 他的計算基礎 政府宣稱 如果三階延後的話 大潭的八號機跟九號機 就沒有辦法發電 會因此少137億度電 但是我們從政府 今年五月才剛剛公布的 全國電力供需報告 裡面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的八號機 是明年的六月上限 九號機是後年的六月上限 而三階是一一四年的六月 才會上限 也就是八九號機 是比三階還要早兩到三年 就上限 所以顯然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事實上我們現在大潭 已經有七個機組使用二階 就是台中港的氣源 大潭的七號機 他現在是所謂的單循環機組 就是說他的那個氣只用一次 然後他將來會在明年六月的時候 先停機 然後把氣讓給八號機 讓八號機可以上來 然後再把它改成 就是廢熱回收再利用 一樣的氣可以發更多的電 然後在113年的六月上限 所以大潭電廠的所有的新機組 789號全部都會在三階上限之前 就能夠上限 那我有準備圖卡在第三號 你準備圖卡 我們待會再講 但是我看到你一個論述 我覺得滿有意思 因為當然就是淨林排炭等等 國際的目標 也是我們台灣的目標 那天然氣我們蔡總統 當然希望說 未來是利用綠能 綠能如果可以達標的話 我們當然很開心 全力支持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但中間要有個過渡的方案 那天然氣它本身也是有污染的 所以天然氣作為一個過渡的方案 現在蓋這個蓋那個 但我覺得我之前看到你一個論述 我覺得講得不錯 就是說它既然是過渡 有必要拿7600年的藻礁來換嗎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認為說 其實我們整個公投的主文 寫得很清楚 我們只是請求 三階千里藻礁海岸及海域 我們並沒有說反天藍氣 更沒有說像有人說 我們是反藍氣取代藍 這個都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說 甚至可以說是跟我們的 公投的理由書被盜而辭 我們公投理由書是很清楚的寫說 支持政府的非和解媒的政策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你要爭氣 你選在這裡是錯誤的 因為過去學者的分析說 大潭這邊剛好是 台灣海峽比較窄的地方 因為地形的關係 它的風浪過去就是很大 而且這個已經不是學者的預測 在去年的3月跟11月 都有發生傳播擱淺事件 中油檢討就說是因為風浪太大 甚至3月的擱淺事件 還造成0.58公頃的藻礁被刮除 最深處是有50公分的藻礁被刮掉 那相當於如果說 以藻礁10年才漲1公分的話 它大概是500年的積累 就這樣子沒有了 然後它的6月 7月 8月跟9月 更是5度的逃到台北港 躲風浪 就是這已經不是說 學者預測說它條件不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 它在蓋的過程中 就是一直出問題 然後我們覺得如果真的 政府把它當作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國家建設 應該要蓋在安全的地方 不能在這裡 蔡律師 我看到 不管是你 不管是潘中正老師 說實在的 你們雖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你們非常非常的關注 你們爬出了很多科學上的一些資料 我們看到你也記了 很多很多的這個數字 聽起來都非常能夠說服力 非常有說服力 用這個方式 你們跟政府之間 有任何溝通跟說服的管道嗎 就你所及 你溝通之後得到的回應是什麼 就是我們過去本來政府曾經有承諾 說要開聽證會 後來又說開類聽證會 就是不要開有法律效果 開一個類聽證會 那也曾經就是開了好幾次的 會前準備會 但是最後就是有點不了了之 但是我覺得現在走到公投了 真的就是剩最後不到一個月 結果大家就把事情攤開來好好講 然後由全民來做決定 那我很希望政府不要掩蓋說 他做的一些準備 因為就我們讀到的資料 其實政府就天然氣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備案 我們既有的一階 第一階收站跟第二階收站 其實都在擴建當中 然後尤其是二階 二階現在就是三階 大潭的七個機組 都從二階供契 然後二階他在擴建的過程 的資料裡面 他也有說他擴建的氣源 將來是要給大潭 包含大潭的新增機組在內 去使用 在他的環評資料 就有這樣子承諾 而且 重點是這樣子 因為在蔡英文的臉書裡面 我們這個投票滿有意思的 大家來投一下 民進黨選前愛藻礁 選後當塑膠嗎 請你加一 一樣愛 請你減一 民進黨當然說我是一樣愛 但是在民眾的臉中 就是當塑膠 所以有沒有破壞 我想今天潘中正老師 帶來的圖片非常的清楚 環團在現場 用各種角度搭配的 就不像是蔡英文 帶了當地媒體記者 而且當地媒體記者 是他沒有讓地方記者報名 他只有讓跑服院的記者 台北的記者跟著下去 台北記者對於當地 當然不是像在地的記者 那麼瞭解 大家就能夠理解 然後環團也沒有邀請 我還看到很多民眾講 他說過去馬英九 來的維安的規格是 你可以在旁邊抗議 但是不可以進到中間 不可以丟東西 蔡英文來的維安規格 是旁邊不可以有人 旁邊基本上連人都不可以有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環團 基本上也沒有噤聲 環團根本沒有被邀請 我覺得沒有被邀請這件事情 其實就說明了他的態度 他的態度就是很堅決 基本上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商量的餘地 當然這個 因為已經裂解成功了 是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何必要商量 所以潘中正老師告訴大家 替代方案就是台北港 大概5.5年可以完成 那麼現在三接外推案 也要延後2.5年 兩岸只相差在一年多的時間 如果要移到台北港 期間可以做活動式的接收站替代 1到2年就可以做好 當然我們看到新北民眾 願不願意搭不搭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今天先不討論 但是潘老師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 但我覺得很有意思 從這個替代方案 大家知道 我們看到現在珍愛藻礁 你們的訴求 到底是停建三接還是千離三接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在蔡英文臉書漏漏等等 最下方告訴大家 停建三接 請大家蓋不同意 這是蔡英文的臉書論述 我們就突然有點懵了 你知道嗎 請問一下潘中正老師 你們的主張是千離三接 還是停建三接 我也順便要問一下網友好不好 你們搞得懂嗎 現在我們投票投什麼 我們投票投的是 公民團體提出來的 珍愛藻礁的訴求 他們的訴求是停建三接 還是千離三接 潘老師 我們的訴求就是千離 因為公投的主文裡面就是 請你千離這個範圍五公里外 但我們的總統臉書 我們總統臉書寫的是停建 那就像萊豬跟美豬的那樣的 方式在切割一樣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在模糊焦點 是撒謊吧 也許就是幕僚一直都要讓他這樣講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 你覺得他又是被蒙蔽嗎 我們總統有這麼天真 很難說 其實您剛剛一開始 我知道潘老師 向來是比較圓融的人 你剛剛講說總統被蒙蔽 你知道我們網友一直說 他哪可能被蒙蔽 是啊 沒有人這樣想 但是我自己長期跟他接觸 我其實擔心的也是這一個 就是說如果總統可以被蒙蔽 這個國家的危機會是多大 我要請大家來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是被蒙蔽 那是誰在蒙蔽他 蒙蔽他的這是一個集團 還是一個人 還是說他自願被蒙蔽 這又是另當別論 那就是裝蒜了 那就是裝蒜 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國家要往前走 他要朝永續的方向發展 總統說的話 一直都違背著自己過去的承諾 那為什麼不來找我們親自溝通 老是有屬下給他的資料 最後就一路的 違背自己的意志在進行 那我是 我也得承認 過去確實是對他有很多期待 那這樣的期待 有時候也會不忍 你817萬的民意總統 最後毀在一個成為藻礁的 世紀殺手上面 太不值得了 可是看起來局勢就是一直朝這個方向發展 最後像昨天他說的那個話 我要跟大家說 我還是覺得 如果他是看稿念的話 還是有可能 我覺得用科學的角度來看 看稿念只是他可能擔心把地名講錯 因為我相信他對這個地方是不熟悉的 而且藻礁也是一個專業的議題 有些專有這些名詞 跟一些數字等等 我相信他擔心的是這個 但你要說 這個大潭藻礁的重要性 跟這個三階有沒有蓋在藻礁上 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的話 那我覺得他 他的論文真的要去查一下 這應該就不只是一個 嘗試之事 因為說實在的 一般人你去Google一下 你去看一下正方反方的一些意見等等 然後你去有一些科學的一些論述 科學的一些教育的話 你應該很容易判斷 尤其是看到現場的圖片 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我們的總統來到了現場 他下了這樣一個結論 看著稿子唸就表示他應該是 同意這個論述 這稿子他應該一定是看過的 我舉一些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說礦業法要修法 大家都知道雅尼的那個案子 是全民公憤 但是當他面對媒體 他說今年內 我們會讓礦業法修法過關 可是當年就沒有修 到現在都還沒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去年開始 我們環團還多了一個 就是徐世榮老師 一起進去跟總統見面 那徐世榮老師他其實代表的 就是土地正義 有很多破千案 是徐老師一直在帶頭著 然後他跟總統見面 總統也表達了 他會注重這個會怎麼樣 可是我們看到今年 那個南鐵東一案 一樣是用碾壓的方式 硬是把人家的房子拆掉 還有比如說 他第一任當選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一個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抗爭 後來當時他把人家 請到他的台上來 幫他們唱歌 演奏什麼的 是非常尊重的樣子 可是後來這一條 也一直都沒有履行承諾 最後本來這些人 他們在凱盜抗爭 埋國造販 最後被趕到228紀念公園 最後又被柯文哲給請出去了 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都完全違背著他自己的意志 而這些意志是很重要 那個叫誠信 如果這是跟誠信有關 而他自己 我覺得不只誠信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做事的方法 還有一個心態 執政的一個心態問題 也許正是因為817萬的選票 讓他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像比方說我覺得現在 在這四大公投當中 目前差異最懸殊的萊豬的部分 萊豬部分 我覺得民眾有股怨氣是在於 他突然開放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溝通 沒有任何的聽證會 沒有任何溝通 突然之間開放 而這個食安的問題 台灣民眾一向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們說實話 我們一點都不愁美 我們希望我們世界上的朋友 越多越好 但是要用台灣人的健康去交換 而且你就標示 你標示清楚的話 我們也可以接受 為了留住美國這個好朋友 我們犧牲一點 讓大家自我去選擇 但他也不標示 這個部分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是他 他完全對於民生不了解 或者說他真心的相信 因為台灣人是願意吃萊豬的嗎 我覺得台灣人 其實心裡面的一股 深深深深深的怒氣在於說 你是不是要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你是公僕 對不對 政府官員是公僕 我們是主人 我覺得台灣也算是一個 民主發展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相當時間的 大家對於選票政治 對於民主政治 有一定的一些素養 所以我覺得他違反他自己的承諾 並不讓人意外 說真的不讓人意外 因為執政上也有很多的現實 但是硬拗這個過程 甚至說謊 甚至帶風向 我覺得這個讓大家很難理解 也很難接受 包括在臉書上 他寫的是停鑑三接公投 請大家蓋不同意 這個是有圖有證據的 就像他告訴大家 這是不吃美豬 美豬跟萊豬完全不一樣 美國豬也分兩種 有萊劑的跟沒萊劑的 沒萊劑的我們OK 我們只是不要有萊劑的 但他就直接告訴大家 說不吃美豬 這個就是停鑑三接 所以如果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公然在自己的臉書上說謊 要不然你就承認錯 我小編寫錯了 沒有 美豬萊豬他沒有認錯 一直還掛在他的臉書上 這個也是一樣 我想這個是讓大家 非常不能忍受的部分 好 可以 這陈書上說謊 你還是會怕 有痱分的 詞中應該來 那是 我現在要有機 紙悶的 是 在這裏 很好